董事会已经决议取消你的一切职务 这次只做内部处理 不发公告 三天之后执行 并且移交你名下的所有股权 眼下 这段时间和你在一起共事我很开心 但是早晚要分开 这是时间问题 所以我想 从今天起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丁总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累了 LM肯定会终止迪爱的合作 同时呢 也证明你设计的市场价值 你说该不该清楚 闻笑应该明白 失去我 DI就上不了市 像你这种小店铺 这种老式缝纫机 二十年前就被淘汰了 在这种飞速发展的潮流时代 它的存在没有意义 要不是你给闻笑灌输思想 让他以为就你这破手艺可以帮DI上市 他也不会有现在的麻烦 如果不是你剽窃我的设计 定温笑已不至于 你只会把他推进万丈深渊 像你这种小财富 就只能给渔村的老头老太太修补修补衣服 根本没有资格登上时尚的舞台 你可以侮辱我爷一下 但你没有资格侮辱萧世光年 定温笑没来找你吗 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 你和定温笑不是刚开始吗 怎么就结束了呢 要不是因为我 定温笑也不会 不会怎么 这一切都怪我 不是 姐 你到底和定温笑怎么了 爹的一切都与你无关 所以你无权关闻 还有 如果你不爱灵珊的话 那么麻烦请你离他远一点 我不想他再受到任何伤害 你所做的一切 才是对灵珊最大的伤害 徐莫辰 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 付出代价的 言下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给我个机会弥补 弥补 怎么弥补 我可以想任何方式在网店上搞促销 你能卖得比玉薇还便宜吗 你能弥补得了上千万的亏损吗 我失去的只是一个工作机会 而定温笑失去的是在迪哀的前途跟事业 你思琪 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 是定温笑本人 我会想任何方式在网店上搞促销 我会想任何方式在网店上搞促销 你不见得了 我会想任何方式在网店上搞促销 我会想任何方式在网店上搞促销